Hello, 老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知识共享协会Rainbow One 网上直播 我叫Akina, 负责今天介绍制作电子书的小技巧 以及跨学科申请QEF 我们就请了嘉宾来介绍 稍后时间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Rainbow One 里面的基本功能 以及教授如何应用这个分业框和简步框 很开心, 今天都可以和老师分享Rainbow One不同的功能 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小技巧呢? 其实是有大用处 因为电子书里面可以做到的东西 子本未必可以 所以我就想去介绍这东西 给大家多些利用电子教学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 事不宜迟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老师都未听过Rainbow One 所以都趁这个机会去介绍我们Rainbow One 这个电子教学平台 其实这个是一个APP 我们就是知识共享协会 提供的一个平台 可以给老师去应用 我们创共享共用的理念 都可以应用在不同的种族 和不同年龄的学生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创造这些电子教材的一个想法 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不同类别的电子教材 其实这些教材都放在我们的书店当中 我们过往就刚刚完成了一个迟前的分定 做了很多中英素上不同种类的教材 这些全部都可以老师可以应用到的 现在就来课暑假了 其实老师都可以应用这些电子教材 来变成一些暑假有趣活动的功课作业 来排给学生去自由阅读或者做功课 电子学习的远景 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学生可以自主学习 可以利用电子学习的一个方针 来做到一些子本上做不到的东西 你看到我们现在有些拖拉的提形 其实这些提形在子本上 其实比较难去做得到 那么互动那么有趣 其实在我们的平台里面 也会有这些拖拉的提形 其实我们平台里面有9种 今天也会略略去讲一讲这些拖拉的组件 好,你答对了 对,Wayboard One其实是一个应用 它可以应用在你们的平板、手机 又或者应用在你们的电脑 是跨平台可以用的 而这个应用里面有什么呢? 可以帮你们DIY去做一些电子书、电子教材 可以利用这个应用上货的功能 去上一些互动的电子课 可以利用Zoom的连结 可以上视像课 也可以帮你们去做一些编辑的工作 无论是制作一些书或者是看物等等 其实也是应用到的 也可以将这些电子的教材、功课、工作址 去分享给你们的学生 在学生的书架上 就可以即时下转来用到 去做功课也好 或者去看也好 其实是很多功能的 而这些电子功课 其实都可以即时收集到数据 在系统里面即时去自动核对 或者去看数据 是有别于一些子管的模式 我们里面平台有很多不同的组件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方面 有些老师就会问 我是小学的 我是幼稚园的 我是中学的 是否都不适合用 或者是否都未必有那么适合的状态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平台里面所有的工具 其实都是一些叫做组件 这些组件就好像一些工具 就好像一只杯 那只杯可以装很多不同的饮品 可以装牛奶、橙汁、汽水 适合不同阶段的学生去应用 而我们其实已经在服务中小学幼稚园不同的机构 其实也有很多已经在服务中小学幼稚园 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一下 我们组件里面的一些功能 其中有一个叫做科文文字 你可以听一下 麦丰先生很勤劳 他会在夏天飞来飞去 四处彩花蜜 预备度过寒冷的冬天 因为麦丰先生早作 不听完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我们这个组件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它的名字叫做科文文字组件 其实它可以变成英文 变成普通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 当你去打些文字上去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些自动发声功能 无论是阅读也好 文字也好 其实也是可以发声的 除了发声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字词表 这个字词表 你会看到有些文字 有些图片 还有些解释 其实这些文字图片和解释 都可以变化做任何的东西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老师可以自己去记录 而当你做好了这个字词表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即时可以变化做不同的语言 方便不同的学习需要来调色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很多功能 例如不信的播放 例如小学生想学不信幼稚园要学写字 点击下去 它就可以写的了 学习写字 其实就会 我们这个就是无限loop去练习 其实是很方便的 在子本上来说 其实就没办法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好了 放完文字 这个叫 我们另外 就进入了些不信的组件 这个就是纯粹练习写字 另外有个不信播放 其实就方便一些幼儿去练习写字 其实我们这个不信的组件 就进入了小学生常用的字词 4500个左右 进入了 如果你发现有些新的字词 其实在里面找不到 不要紧 你随时跟我们说 我们随时都可以加入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电子笔 其实这支电子笔的功能 除了可以写字之外 还可以画画 发挥创意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 换回不信 当老师收集了学生的一些不信 又或者一些创作状态的时候 你就可以即时播放它的状态 你可以了解到学生到底它的先后次序 又或者它的创作意念在哪里 这个就是电子笔的功能 除此之外 也是很方便的 有些学校都喜欢给学生 放这支电子笔上去工作纸 做一张工作纸 然后很快速放这支电子笔上去 学生可以做工房 或者做测验考试 即时去收到那个过效 除了一些电子笔的功能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题目 填充题是其中一个组件 填充题我们除了可以在keyboard上 去key一些字上去 小的小朋友可以用一个叫做狗公格的方式 用手或者用筆来写 又或者用一个叫做长的框框 让小朋友在上面写字 其实在数学科来说 我们还有一个keyboard 你会看到这个keyboard 可以打这些字进去 如果你说 那条问题不是数字 而是数式 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填充题来说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数式的选择 可以让老师去选择 当你选择这个数式的时候 整个keyboard 它就会加多了加减乘除 这些符号上去 就会变成一条数式的作答 这是填充题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多媒体的功能 可以拍照 可以录音 可以录音 这个就是录音机 当学生录了之后 他就可以即时 可以即时听学生的一些录音 也会有一些录影的状态 其实是不方便的 因为有些低廉班的学生 对于交功课来说是有困难的 他就需要用纸笔去写 写完之后就拍照 其实很多学校都会利用这个总片 拍照机的功能 放在电子书上 然后叫学生做功课 然后拍照就交功课 其实是方便了学生 也方便了老师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叫做网上的 应该是这个搜索 可以放一些网站 我们就会想到一些提形 例如好像常识科 以前我们就会应用文章雜誌 然后叫学生剪剪貼貼 在我们的年代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做 搞到骯髒骯髒的 有些胶水就黏着寶 但是在电子来说 其实现在就不同了 你只要放一个你想要叫他去的一个网站 然后你用我们拍照机的组件 再加一个这个叫做截图的状态 譬如说 现在这条题目是一个书页 你想他收集资料 他就即时可以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然后就可以立刻去提交 收到你的答案 那老师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他会看到他搜集了什么资料 其实也有很多方面应用的 其实除了常识科之外 也有其他不同的科目 都可以应用到的 尤其是这个网站 可以连接外部网站的功能 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加下去的 好 除了是网站之外 我们也放了一个YouTube的连接上去 其实这个可以将你平时 录下的一些片段 又或者在网上找的一些片段 已经在YouTube上的一些片段 在网站上的网站 放到这个组件上 在学生的电子书 就立刻可以播到这条片 播到YouTube片 除了看完之外 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的 就是放一条MC 或者放一条问题 叫他回答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组件 互换 当然你也不需要一定是放题目上去 纯粹给他看也可以 变成不好弹性 而且有很多功能可以提供给老师去创新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区的组件 其实这个讨论区的组件 就有点像WhatsApp 这个讨论区的组件 其实可以放在电子书上 比如说学生回去做功课 有困难或者是有疑问 其实在这个位置 他打了之后 老师也可以看回 另外这个就是不同的组件 其实有很多功能 因为除了可以像我现在的状态一样 可以放一些文字上去 叫他们选择 除了这样的状态之外 还可以放一些图片上去 叫他们选择错处 其实就好像真的 玩游戏的方式来学习 提升了他们很多的学习评 如果错了 它会靠拆 不过我没有试到这个状态 稍后如果有时间 其实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重点 其实也是讲 跳叶 分叶框和简步框 其实呢 就讲一讲分叶框 其实我们的分叶框 你会看到在这个版面里面 这个是可以转叶的 转多少页都可以 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是一条题目 当小朋友看完之后 可以重复看 可以答问题 好嘢 你答对了 其实这个概念 是来自于一些阅读理解 因为有时候我们 给小朋友做一些阅读理解 不外乎 低年班的可能就是一张图片 高年班的可能就是一段文字 可以是中文或者英文 但相对地也是较为沉满 也未必可以很正确地表达到这个意思 我们就设计了这个分叶框 来给学生有一个叫做阅读理解 新一点的想法 每一页都可以透过老师自己去自定 因为这些文字和图片的内容 全部老师都可以自己修改 而且页数也可以自定 可以一页 可以十页 可以二十页 所以其实就很方便到老师去发挥你们的创意 也都是为了一些有特别学习需要的小朋友 来到去处理 因为其实当你去看图片 加文字 其实往往是比只用一段文字 另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你会看到我选择A 然后又反回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做跳跃制 你会看到我选择C 这个画面我按了下去 之后我又按反回 其实这个是一个跳跃制 跳跃制的想法 其实也是提供我们可以有些故事性的选择 亦都可以有些选项性的选择 你可以看回原来它的组件的状态 这是一个跳跃制 不过我们变了做透明的意思 我先放大一点 现在你看到我的画面 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 为什么刚才我按了这个键 就会弹去第二页 就是因为我加了一个叫做跳跃按钮 我在这里就选了26页 就是这一页 我便会跳去这一页 我按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跳去这一页 其实我们还会加了一个叫做随机跳跃的功能 当你开了它的时候 这个随机跳跃 你就可以选定很多不同的页数 你就可以选定很多不同的页数 选定很多不同的页数 选定很多不同的页数 即是这三页它都可以跳跃的 这样按钮 它就会跳去 随意跳去改一页 现在我设定了是24页 这个叫做跳跃按钮 其实这个叫做跳跃按钮 其实当你去选择不同的页面 它就会自动去跳跃按钮 其实可以用故事的形式去设定 也可以用一些问题的形式去设定 例如说我要这一类别的小朋友 是做加数的 那一班的小朋友是做减数的 当你设定这个跳跃按钮 当你设定这个跳跃按钮 学生按钮的时候 他就会跳去改一页 来做相应的功课 你会见到 有一个跳跃按钮 你也可以设定 它是不同的 这个绿色跳跃按钮 在这个 panel 可以设定不同的状态 可以修改这个文字 不一定是返回 可以设定英文也可以 中文也可以 这样 其实所有的文字 你都可以自己做设定 或者是这个颜色 你都可以自己做设定 你会见到设定好之后 他就会返回那一页 当然每一页的状态 你都要自己做一个 跳跃页数的设定 例如说我要返回第23页 这个就是跳跃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简步框 其实简步框的想法 就是给一些高年班的学生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当你把这个组件放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框 然后下面 就可以给你去 譬如说这个是一个文字 你可以给它打一些字 打完之后 表达一下他们的想法 也可以用一个叫做相机的功能 放进去 叫他们拍摄相片 甚至乎可以录音 把这个录音机放进去 也可以做一些小创作 利用这些不同的颜色笔 去画不同的画 去做一些创作 其实这个简步框就是方便 一些学生应用在他们的表演上 可能是高年班的同学 会教为合式 相对低年班的学生 其实都可以应用到 可能是画画 可以是一些图像的表达 其实这些录音都可以应用到 在他们的课堂上 或者是功课上 记住 因为当你去设定这些状态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他位置的组件是不能动的 你会看到有一个绿色的位置 这个小技巧 其实可以告诉老师 所有东西都可以动的 这个是简步框 这个也是可以教大 教细 这些文字 其实是需要老师 告诉学生 可以如何应用这个简步框 简步框就讲完了 好 讲一下拖放的题目 其实我们拖放的题目有九种 今天未必讲得完 但是讲一讲拖放的一些概念 其实拖放 你会看到我们现在一个表述 比如说一个作业系统 拖放到这个格子里 那个次序是怎样的呢 首先要数据准备 然后数据输入 然后数据处理 然后输出 那就拖放了 拖放了 好耶 你答对了 如果不是 反正错了 他又会说 不如再回答多次 有些位置 那状态是怎样的呢 你会看到 其实他们就是一对一的拖放 一对一的拖放 其实应用的层面是很广 除了可以应用在这个模块当中 也可以应用在这些图片和文字的状态当中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是 譬如说 我要他答一些问题 是有固定的答案 譬如说这些图片 譬如说他一定要真的把这个图片拖下来固定的位置 这个状态就可以是用拖放一对一的功能来做设定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能不一定是图片 文字框 或者是一些 类似是拖拉的那些 填充 把这些文字放在一些句子上 你可以设定的时候 一些是对 一些是错 只有对的拖放在这个位置才是正确的答案 它就可以自动核对 这是拖放一对一的想法 其实也有很多方面 除了是图形 文字 这些全部都可以换 至于如何设定 就是当你按一按那支黄色笔制 然后进入不同的组件中 去做修改和设定 这个在我上次的Webinar也有介绍过 今次我不详细介绍如何去做 但反而我想介绍这个概念 另外我还有一个叫做 拖放数数 你会看到 它有一条题目 叫你把这些物件拖进一个固定的地方 你会看到 它下面有个数字 其实这些数字 这些计算的功能 其实就在拖放计算的组件当中 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组件是这样的 整个组件 这个组件的分类 你会看到 有个地方是放东西 有个地方是拖放的物件 每一个物件上面 都会有个数值 你可以将这些物件来做设定 当然可以是文字 也可以是图片 你将这个设定好之后 也设定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 拖放区的答案 当这个数值设定好之后 你这个拖放的类别 这个数量或者数字 其实就会根据你的要求来做 你会看到 其实单位那里有很多种 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货币 可以是重量 长度体积等等 其实有很多 在数学上的应用来说 都很广阔 都可以用一个叫做 拖放计数的模式 来做设定 好 数学的拖放计数 就教完了 另外 就会有一个叫做拖放重用 其实拖放重用的概念 你会看到它的状态 就是拖放区域 是单一的 然后那个物件 是可以重复应用的 你会看到 可以是两个位置 如果我设定三个位置 可以吗 可以 其实你会看到 拖放重用的目的 其实就可以是 不断地利用拖放的 那粒波波点 来调色拖放的状态 是一个拖放的物件 可以多次应用的意思 好 但你会看到没有了 因为我设定了 你只要把这个位置 拉到你要的拖放位置 应该说 放置区域 它就会不断地重复 好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拖放分组 拖放分组的想法 就是将你这个放置区域 可以重复地放很多东西 你会看到 我现在所有可以拖的物件 都放在这个区域 另外那个区域就没有 方便了 其实老师可以设定不同的题目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给老师 应用在一些分类 或者是应用在一些不同的文字上的填充等等 其实都可以在当中应用到的 好 拖放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你会看到 我们拖放放在一个里面的组件 有拖放自由 拖放一对一 重用等等 其实除了我刚才介绍的不同功能之外 还有拖放排序 多对多 这些 其实就有待老师去慢慢发掘了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还要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同事 一起去介绍一下 跨学科的如何去申请QEF 欢迎Justin来分享 好 时间就交给他了 Hello 大家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Union Holdings Limited教育部的同事 我是Justin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你好 因为过往那几个星期 我们公司也有在Rainful One 这个平台上做一些分享 但今次和之前有几次不同的 因为今次除了我们的产品 因为过了几次可能多数都是说 我们的产品 还有什么特色 可以做到什么 还有教过Rainful One 可以如何用在教学上 今次就会多些是说 我其实到了 我对产品有兴趣 之后呢 其实如何可以到地 去学校推行这件事呢 其实这件事就很关系到一些资源申请 所以今次我们就会说多些关于这一类的东西 资源申请 其实一般大家都知道 是有一个 叫做 资讯科技综合津贴 这个其实都是一般 用来买一些 IT产品和资讯科技有关的产品 会用到的 这个津贴很多时候是会用在一些 我是不是可以显示这个标准的 因为那个没有更新的 不好意思 有些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呢 我们更新了那个PDF 所以 现在我们会再分享另一个PDF 给大家看 因为 本身呢 大家 学校都用了一个 叫做 资讯科技的综合资金 但是呢 其实这个资源 都不够用的 大家本片都知道 这个资金怎么计算的呢 就是参照 其实学校的班级 班级数量 是计算的 计算的 小学呢 192到20年 那个中贴大快就是20万到52万 那根据是那个班级 究竟是18班以下 还是37班以上 如果是中学的话 就是37万到65万不等 那当然 读书教育的学校 就会有另一个数量的津贴 其实这些津贴 其实用在一些维修 新的 可能一些 改变 TSS 改变 改变 其实已经是没有了一部分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再推行一些新的 项目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不够用的 这个情况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 开完折留的方式 会利用一些QEF 或者CCIB 去添置一些器材 去推行一些 其实老师真正想推行的 教案 所以我今次会讲一讲 其实QEF 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 其实QEF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 因为 首先 类似的 项目 就是以前人们做过的项目 如果学校有兴趣 都可以申请 但是如果 其实 热照抄 是绝对绝对 是不行的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很多创新的想法 是要加进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有什么的题目 是可以 能够到 QEF 的一个 要求呢 其实 它的评审准质 也有写 不可以同样 而且有一些 创新的想法 在里面 其实20万以下的 项目 是比较容易申请到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但是20万以上的项目 又如何呢 其实它有几个 优先主题 可以和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次 就想和大家说 其实是一个 题目三 它就是一个 跨学科的主题 就是 说 如何提升 学与教评估素养 促进学生 在小学 详识科 以及他们的主要 科目 以及通识科 的学习成效 大家可以 除了在用 一些学校本身的资源之外 做到 另外就是 考虑一些 新的一些 产品 加入 教案 其中 几个 我们今次都会谈谈的 就是 关于我们 本身有的产品 都国 都国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 学习型的 主要就是 做许识学习 小学和中学都会用到的 小学和中学都会用到的 为什么小学它可以用到的 因为它真的比较轻 而且它主要是 读到编程教学 而且它和素学科都很严重 是非常好的 这个 我们现在都会推出在市面 也有很多 老师有 其中 另外就是 回到这里 就是 有些题目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究竟是如何去将一些学科联系 其实很简单 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现在 电脑科 已经将 小学的电脑科和常识科 已经融为了一科 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 究竟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何去再做科学科 其实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常识科和数学科的一些联系 因为如果是说小学 很多时候现在小学的常识 一定会有一个单元是 玩具 和一些再生能源 其实说 如果加入了一些产品 如果是一些 再生能源玩具 像我们的PostKit 的Products 它们有一些 太阳能玩具 和盐水玩具 它们也可以放在一个提案中 去做到一个 无论是初小 和高小 都可以用到的 一个教学的工具 另外就是 我有一个在这里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 太阳能的珠仔 我们其实 一直都有 买到学校里 这个可能真的 小学 更适合 我不知道大家 是小学的老师 多些 还是中学的老师 多些 这个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一个 足够电量的电筒 照它的时候 它会有些 会有些动作 会动的 这个其实是 教导回小学生 一个再生能源的概念 它这个 其实要自己继续 如果要学生自己继续 也可以学到一些 齿轮模组 它是怎样的运作 这个其实我们在 之前在不同的活动 都有出现过 除了这一款 产品之外 我们也有一些 都可以轮到一些 仿身学 这个是野猪 亦都有虫仔 和一些蜥蜴 亦都可以轮到一些 仿身学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也觉得是 挺好的 一个产品 另外也有一些 我今天就没有在 但其实大家都可以 考虑一下 如何将它包含 在新的教案里面 另外就是 一个 机械臂 其实机械臂 可以将它 如果是小学 可以将它 科技 和数学去联系 科技 因为始终 我上识科 有一个单元 是说 科技天地 和一个资讯科技 学习 其实这个 也会很密切地 联系到 所以 也可以将它 包括在 题目中 上识 如果中学 就是一个 编程 可以将它 融入一个 STEM 的元素 也好 将技术 和数学 联系 其实 因为当中 它编程的软件 也是 英文 因为 如果是 初阶 它有 如果是 深 它可以做到 Python 这个 除了 可以学习 科技 专家 教育 以及 数学 逻辑 另外 就是一个 语言 培训 其实 我今天的 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 其实 都对我们 其他 如何可以做到 跨学科技 基金申请 一些想法 可以和大家 争论 可以联络 我们 找到我们的网址 我们是 education.union.com.hk 如果大家 还有其他问题 也可以联络 我们 谢谢